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除了SHF系列产品之外 SSE系列肯定也不妄生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了 假名骑士Drive中的主角Drive 大家所谓老司机 在设计上结合了科技感和机器元素 可以说是非常适合SSE风格 但这个系列在TV皮套造型的基础上 进行了重度魔感 因此并不算特别大众 不少玩家还是更偏爱 还原剧中造型的SHF系列 目前大概300出头就可以入手了 对比如今超到400左右的SHF 今天这款无论是体型还是配件上 反而更具性价品 那么实际表现如何呢 一起来瞧瞧这款产品吧 SSE系列在盒子上每一款都比较有特色 这款老司机的也不例外 透明外窗可以看到配件很丰富 盒子整体红黑搭配 侧面还有轮胎印记的镂空设计 背面是产品关注和减要信息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盒子下角的原型设计 检修竹鼓龙之大声 配件方面正我摆出来看 非常有满足感 除了还替换成火焰形态的特效剑之外 一共附属了三对替换手 十个变速小车 以及方向盘剑和车门枪 呃这个名字也太朴实了 如果叫个转轮命运之剑 风机燃影之枪 这多炫酷啊有没有 主题给人的冲击力呢还是蛮大的 尤其是对于看惯了剧中造型的玩家们 估计呢也是难以接受这样的外形 但是多看几眼就会如同中毒一般 这大概也算是假面骑士特有的一种毒吧 不同于剧中的原画造型 这款SIC Drive全身上下轮角分明 细节呢非常丰富 配色方面也是运用了SIC常见的金属红 搭配上各处的构造 总体的机械感非常强 背面的细节很是显目 金属灰的涂装比起皮套的全黑 要好看上不少 身体部分上呢 仅仅只有小腿前甲和大腿类似的排气管式金属部件 现在SIC的含金量 真的是越来越对不起这个名字 头部设计这里怪怪的 面向完全没有速度型的感觉 反而刻画出了力量感 不过副眼部分比较通透 里面的细节可以一览无一 后老勺车尾灯设计保留了下来 脖子上还增添了类似脊椎骨的设计 可以看到头顶上面的线条刻画非常清晰整齐 标志性的轮胎斜跨整个上半身 这个呢跟皮套设计没有太大的变化 上面的纹链很清晰 还有灰色的渗线 在插下这个轮胎后呢 可以看到下面的细节刻画 有点类似圆满拽物 轮胎主要是与胸部链接 并不会影响到腰部可动 这里前后仰以及侧白幅度都非常大 只是左右旋转时 轮胎要本体有摩擦 不是很好转回来 手臂不分 追加了排行管设计 显得非常有力量感 不过似乎为了避免抛歇手 有点像内腕区 强行贴有形体 有点鼻子强迫症 而且肩脚的可动部是很好 加上粗装的手臂外形 严重影响了上胎 虽然肩部也是有蓝身关节 但是还是会难做到平局 手手不分虽然是双断式关节 不过也是受到了手臂外形的影响 幅度比较小 手腕不分和其他上面一样 球形关节的可动性还是不错的 腰带显示保留了TV中的造型 表面有一层淡淡的黑色字形 让整个腰带更具真实感 这款没有附属腰带面板的其他图案 还是比较遗憾的 但是却还原了变速车架 并且提供了多种小车来替换安装 或加上的小车安装比较简单 注意小车的前后顺序就可以了 但是这样的连接结构也是容易掉落的 在把玩时需要特别留意一下 同样在左臂上也是有一个砍操 用来安装小车 大腿部分增加了不少粗壮的排气管 导致整个腿部看起来比例非常不和谐 重点上也显得胯部异常突出 所以在体型上看起来不顺流畅 不过排气管上的涂装还是非常的用心 特意喷出出了金属灼壮后彩色的肩面 腿部虽然是有拉伸关节 但是碍于排气管装饰 侧台勉强能做一些比较小的幅度 向后45度 但是会暴露一个巨大的缝隙 前台还可以达到90度左右 非常的让人意外 其实这里为了增加上台角度 整条腿是呈现一个向外翻的状态 尤其是膝盖玩具之后 看起来比较难看 膝盖这里倒是很不错 180度没有什么问题 最后是脚部的接地 因为主体比较重 脚部的关节也更加的减实了 以此来保证接地的稳定性 承门枪和方向盘 三次SHM里都是拆开卖的 2SIC里直接一盒速度型全部复属 这一点就比较良心了 透明剑刃部分有两种界面点缀 中间有银色图中 握柄部分有黑色圣剑点缀 营造一种机油污滋感 前端的方向盘可以转动 但是并不是360度无私角 拆下之后就可以看到 卡榫上有一个限制形成的凸击结构 剑柄后端有个卡槽 这里同样也是可以安装小车的 各种细节都没有省略 车门枪整体不再像剧中玩具般的外形 质感和细节都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 尤其是内部的机器结构 另外车门部分也是可以活动的 还原了剧中子弹填装的机构 上端的凹槽部分同样可以安装小车 这里嘛就不再延视了 此产品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使用透明特效件 将剧中转身上的火焰全部还原了出来 这种换装玩法呢也是SIC的传统了 大大增加了可玩性 而这些特效件是与替换键的形式存在的 安装之前呢 需要先拆掉一部分原来的配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火焰形态可以说非常华彰 魂式上下的特效件让整个玩具感觉像是燃烧了起来 各个部分的火焰造型刻画非常的生动 整体都有种向后随风舞动的动感 火焰就像总体感觉更偏向服饰会那样的风格 与SIC Drive这种机械感爆棚的设计 居然还可以毫无违和地结合在一起 不亏是猪股龙之设计兼修 不过把玩起来还是相当痛苦的 不光扎手还特别容易掉签 也就暂时看看造型了 在SIC Drive关图刚放出来的时候 玩家们看到原型出自猪股龙之 就已经对这款SIC的可动性感到绝望 在经过把玩后果然还是观赏性大于可玩性 但是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差 一些基本的pose还是没有压力的 SIC魔改造型光是战施就足够霸气 但是果多的替换剑以及细小零件 难以避免会出现掉剑甚至丢失的情况 也是要个心理准备的 相对便宜的价格 对不想高追SHF的玩家来说 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那么这款产品就介绍到这里了 接下来下面想做一期特别节目 向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SHF 真骨雕还有SIC的区别 有兴趣的话一定要记得收看啊 那么本期的大魔王就到这里了 大家可以关注我的新浪微博 下面大魔王与我交流 以及获取节目最新动态 喜欢节目的话 千万记得关注我哦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